气虚出汗,阴虚出汗,湿热也出汗 出汗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但是有的人明显比别人汗多 没干个啥呢,一头一身的汗 本来夏天天就热 再加上汗多,真是难受得不得了 今天崔升就教你如何正确调理出汗 首先我们来看气虚出汗 这种人一般是稍微动一动就一身汗 有的人甚至坐着不动都冒汗 但是他并不觉得热,反而出了汗觉得发冷 平常总是觉得疲惫,干什么都没劲 还很容易感冒,一有个变天换气啥的 总要中招 这多属于是气虚了 气在人体有固涉精液的作用 气虚以后胃表不顾 就导致精液总往外跑 也就是自汗 可以参考一个预屏风颗粒来一气固表止汗 再来看阴虚出汗 气虚的汗叫自汗 那阴虚的汗多是倒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阴虚的人总是晚上睡着以后出汗 像小偷一样趁人不注意偷偷工作 睡醒发现自己一身汗 另外还总是口干舌燥的 总想喝水 心烦晚上睡不好觉 一看舌头呢 舌质是红的 舌苔比较少 阴的主要作用呢 除了滋润还有制约阳气 那阴虚以后不能制约阳气 阳气逼迫今夜外出 形成倒汗 这种人呢 可以参考一个六味地黄丸 滋阴清热止汗 最后是湿热也出汗 还有的人呢 出汗的地方比较特殊 是这个大腿根出汗 一般男性比较多 还伴有阴囊潮湿 扫养 有的人呢 还会有异味 还总是头晕 头痛 小肚子胀痛 口渴 想喝水 蛇质呢 比较红 蛇苔是黄腻的 像这种汗呢 就是干净的湿热下注引起的 干净的寻衅路线 环绕阴气 所以干净的湿热下注 就会引起大腿根的出汗 像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参考一个 龙胆泻肝丸 来清理干净的湿热 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 中程药肯定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临床情况复杂的人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哪种情况 可以让专业医生来帮你辩证